昨天还活生生的智力障碍男孩 今天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男孩的哥哥心情极其沉重 一旁的房东说的话让他彻底破防 因为男孩智商只有十岁 所以死因被警方定为意外溺亡 可傻子都看得出来 男孩明显生前遭受了暴力殴打 哥哥气不打一处 把房东当出气筒 哥哥被房东对得无言以对 因为他确实漠视了家庭 可更雪上加霜的是 奶奶看着满是伤痕的弟弟 伤心欲绝 不久后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家里只剩下了哥哥一个人 截然一身的哥哥 决定拼死替弟弟报仇 通过监控得知 殴打弟弟的是一伙混混 如今已被关进了少管所 而且警方之前的调查显示 弟弟确实是在生前确实遭受了暴力殴打 死后被凶手扔进了蓄水池里 最让哥哥耿耿于怀的是 其实出事那晚他曾经收到弟弟的求救 但当他赶到时 弟弟已经离世 为了报仇 哥哥故意犯罪 最终被送进了少管所 与赵老师相识 赵老师是负责心理疏导的专员 也是哥哥今后的班主任 尽管赵老师好生好气地说话 但哥哥对他始终视而不见 仿佛赵老师不存在 赵老师见状关闭了录音笔 向哥哥透露了他曾经认识弟弟 这让哥哥终于正视了赵老师 赵老师告诉他 他曾经为残障家庭送温暖 每周日都会去哥哥家 只不过哥哥每次都在外忙 所以对此并不知情 而他久而久之与弟弟建立了熟络 还教导过弟弟 赵老师猜到哥哥进少管所 是为了报仇 劝他不要采取极端行动 哥哥听完情绪激动 表示凶手杀害了弟弟 却动用关系篡改了死因 他坚决要为弟弟复仇 于是 哥哥刚进教室 便冲到后口 凶手的发生 口不停地问候他们家人 很快 他被带到走廊接受管教 一个被称为疯狗的韩老师走了过来 不停在给他们洗脑 说他们不是学生 而是罪犯 必须遵守他的规矩 他的指令就是命令 所有人必须听从 接着韩老师要求学生知道错了就学狗教 这样才不会被体罚 哥哥一副看智障的眼神 看着韩老师 没有料到旁边的人 居然真的学起了狗教声 韩老师见哥哥不为所动 直接给了他一记重击 但哥哥不服管教 韩老师拿出铁棍 将哥哥打倒在地 然后狠狠地踩住他的手 不停地抽打他 哥哥的脸变得轻子 赵老师看不下去了 连忙制止了韩老师 否则哥哥真的会被打死在这 虽然哥哥不再挨打 被关进了禁闭室 但他想要报仇的意志丝毫不减 哥哥放出禁闭室后 直奔医护士治疗伤口 趁机偷走了剪刀 准备宰了那群凶手 这时 凶手一号正在厕所嘲笑哥哥 让小弟阿焕把门 殊不知阿焕已经被宇航控制 全程听到了一号对弟弟的嘲讽 哥哥的怒火瞬间声疼 他拿出剪刀 冲进厕所痛打一号 一号赶紧解释他没有杀害弟弟 但哥哥不信 直接用剪刀刺向他 就在这时 赵老师赶到阻止了哥哥 劝他不要在少管所内继续犯事 不然他的人生就完了 然而哥哥早已了无牵挂 眼看一号要溜 哥哥一拳打倒了阻拦的赵老师 但随即被韩老师制服 然后再次被关进了禁闭室 半夜却遭到二号的袭击 为了保命连忙解释平安夜那天 他们只是去找便利店老板算账 但弟弟要报警 他们这才打了弟弟 并没有杀他 哥哥不相信施暴者的话 说着 哥哥准备杀掉二号 但就在此时 韩老师突然出现 用电击枪击晕了哥哥 看着哥哥为了复仇满身伤痕 阿焕有点看不下去 给了哥哥止痛药 结果阿焕遭到施暴者欺负 到了晚上 哥哥无意中发现了阿焕 居然在用身体跟韩老师 交换烟和零花钱 于是第二天 哥哥偷偷找到了阿焕 让他别为迎头小利丧失了底线 阿焕表示自己是为了生存 接着他还把哥哥骂了一顿 原来 阿焕是弟弟的好朋友 他知道哥哥很讨厌弟弟 出事的那天下午 和哥哥约好过圣诞的弟弟 一直在餐厅等哥哥 可哥迟迟不来 弟弟认为哥哥是太忙了没法来 决定要帮哥哥分担压力 于是去便利店打工 可结果一去不复返 哥哥听到这傻眼了 他几乎不回家 完全没想到智障的弟弟 居然会为了自己去打工 这让哥哥对弟弟的愧疚 更加深了一层 到了晚上 阿焕又在忍受韩老师带来的痛苦 哥哥听着阿焕发出的声音 突然回想起弟弟曾经也发出过 当时的弟弟一副很痛的模样 用手捂着屁股 哥哥问他怎么回事 弟弟却支支吾吾不敢说 眼看哥哥不耐烦了 弟弟连忙向他不停道歉 曾经哥哥没搞懂情况 现在的他开始理解弟弟的痛苦 突然 一道电机声响起 阿焕回头一看 是哥哥救了他 哥哥随即将韩老师殴打了一顿 然后询问阿焕 弟弟是否也曾被伤害 阿焕告诉了他 有一天早上 他得知弟弟被伤害 一直追问弟弟那个施报者是谁 让弟弟去找哥哥告状 但弟弟没有说 因为那一天是圣诞节 他觉得是个开心的日子 不能说这件事 而且哥哥上班非常辛苦 不能给哥哥添麻烦 哥哥听后满眼通红 不明白弟弟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阿焕却说 如果是你受害 你说得出口吗 哥哥陷入沉默 回想起圣诞节那天 弟弟曾打算告诉自己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出口 而是含泪和他说了句 Merry Christmas 哥哥感到后悔 如果当时他去赴约 或许弟弟就不会死 实际上 哥哥确实很忙 他一个人扛着家庭的重担 因为家里只剩下痴呆的奶奶 和智障的弟弟 于是他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 如愿让奶奶和弟弟 不再露宿街头 圣诞节那天 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可那户人家的生活状态 和自己家太像了 同样是弟弟和老奶奶 他忍住不去想这些 把火力集中男主人身上 完事后哥哥总算拿到钱 可因为刚才打斗中 哥哥身上沾到了尿液 偷偷嫌他臭扣掉了奖金 当晚 哥哥打电话约弟弟见面 却听到电话里 传来弟弟的惨叫声 当他赶回来时 弟弟已经出事了 如今哥哥把韩老师暴揍一顿 导致韩老师重伤被调离岗位 监控录像的人只剩下赵老师一个 哥哥制定了一个计划 打算消灭所有施暴者 赵老师也不再阻拦 反而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到了实施计划这天 哥哥与施暴者们扭打了起来 竭尽全力将他们打倒 然而 哥哥不慎被控制住 施暴者偷偷抓起碎波 扎进了哥哥的腹骨 尽管如此 哥哥仍然不退缩 展开疯狂的反击 最终 偷偷害怕地求饶 坦白了他没有杀害弟弟 只是觉得弟弟好欺负 这才揍了他 可谁能想到弟弟后来居然死了 就在这时 赵老师突然出现 拿起地上的钢管 直接把施暴者打死 事情的快速转变 让哥哥愣在了原地 很快 赵老师因为杀害了四名学生 被告上法庭 却被判为正当防卫 加上他连续两年 为残障家庭送温暖 最终赵老师被定为失手杀人 判有期徒刑四年 正当大家以为皆大欢喜时 旁听席上的阿焕突然冲了上来 用纸团砸赵老师 还对他吐口水 因为阿焕发现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 赵老师每周日都会找弟弟家访 看似是为了送温暖 但实际上是为了在弟弟这满足一己私欲 哥哥常年不在家 奶奶又痴呆自顾不暇 这给了赵老师为所欲为的机会 每当赵老师上门时 弟弟就会自觉趴在洗手间的墙上 并听从赵老师的命令唱圣诞颂歌 以此掩盖接下来会发出的声音 哥哥看到阿焕反常的行为 察觉出了不对劲 回想起圣诞前一天晚上 弟弟总是有意无意提起圣诞节 嘴里嘟囔着要唱圣诞颂歌 因为圣诞老人会来 每次来了都会一箱拉面 还会说喜欢他 哥哥觉得他莫名其妙 弟弟眼泪打转 却欲言又止 担心给哥哥添麻烦 只能哭着唱圣诞颂歌 哥哥结合弟弟的叙述 又想到了赵老师的奇怪表现 以及赵老师有一套 圣诞老人的服装 莫非赵老师就是弟弟 一直提起的圣诞老人 而且圣诞节那天刚好是周日 正是赵老师每周家访的日子 他意识到 杀人凶手可能不是那些施暴者 而是赵老师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于是他来到监狱质问赵老师 小ク高%, argent静肯的 chin下ła 老师 ra 老师 老来离 Art 这倒缺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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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气得想冲进去杀了他 可是他根本就无能为力 弟弟真正的死因 是在那个被殴打的晚上 即便他已经满身伤痕 但为了赚钱给家里充水费 他又回到了便利店 看着店里一片狼藉 弟弟慌了 不是怕老板会吵他鱿鱼 而是害怕会因此给哥哥添麻烦 哥哥会生气 就在弟弟收拾地面时 赵老师找到了他 把弟弟带上了车 弟弟很害怕 赵老师会找他 只有一个目的 接着赵老师在车上 给弟弟简单处理伤口后 就开始变态地摸他脸 还把弟弟带到天台进行伤害 可弟弟太痛发出了声音 赵老师捂住他的口鼻 竟导致弟弟窒息而亡 赵老师看着弟弟尸体 还痛骂他为什么要这样 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接着将弟弟尸体丢进了蓄水池 事后还自认倒霉 而恶有恶报 即使他躲进监狱也难逃惩罚 施暴者偷偷的父亲 派了杀人犯找上赵老师 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